真正影響電池的壽命是什麼 不是你長時間使用 而是高溫發熱 你的手機溫度跟你環境溫度 是要落在0度到35度之間 不要讓手機低於20%再充電就好 電池保持40到80% 其實可以增加電池的使用壽命 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這一集非常重要 怎麼樣讓你的iPhone手機健康度 可以維持95%以上 厲害一點的話 我跟大家講 我們先還是繞回一件事情 很多人會覺得說 真正影響電池的壽命是什麼 不是你長時間使用 而是高溫發熱 在充電的過程中 其實會有氧化還有還原的反應 那化學反應其實對於什麼 最敏感溫度 所以手機充電的時候 它會產生熱量 尤其是什麼 快充 對 那為什麼在快充的時候 電壓跟電流其實是比較大的 所以會發熱會大量增加 所以你在充電的時候 用手機在看影片打遊戲 那你手機是不是會高速運行 那你的晶片是不是同時 也會有一些大量的熱量出來 那你在溫度的疊加下面會怎麼樣 你的高溫就會有很多的一些 化學反應的作用出現 就會破壞電池裡面的化學物質 所以才會導致影響電池的壽命 所以健康度才會下降 答對了 所以就是不要邊充電邊用手機 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錯了嗎 其實如果是 你今天在邊充電邊用手機是可以 只是不要讓手機發熱 因為你手機發熱會影響電池壽命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不要讓電池發熱的話 你邊充邊用是可以的 例如ROG為什麼要外掛一個風扇 你讓你手機很涼 所以你在玩的時候 手機不要發熱的時候 你的室溫的溫度 如果你有冷氣防 你的手機溫度沒有過高 它就不會去影響到電池啊 我這問的有回答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只是正常的邊充電滑滑 什麼Facebook這還好 還好 但如果你是打那種超級好效能 然後會發燙的那種遊戲 對 其實如果你要玩遊戲 你要充電的話 你不要用快充 就OK 因為快充我剛講過會什麼 會發燙 所以你用什麼 豆腐頭 5瓦的你常常去充 它不會掛熱 因為你快充的時候 你快充已經加快速度了 那你又再加上那個處理器又在動 對 你這樣子的話就會影響到那個電池 如果我平常只單用快充充的話 會不會也發燙 其實快充充 你可以摸一些手機的時候 它還是會溫溫的 其實如果你快充在充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 你就先給它放著 因為快充其實很快嘛 以蘋果來講的話 30分鐘就充50%了 蘋果它也知道說快充 會讓你iPhone來過熱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到了80%以後 充電速度就會變慢了 對對對 這其實是在保護 因為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晶片在去做控制 對 那到底怎麼樣充電長延遲電池壽命呢 所以我講 溫度 充放電的電流強度 還有充電的那個狀態的範圍 都會影響電池的壽命 所以你在常溫充電呢 其實是有利於延長電池的壽命 電池的容量呢 是落在40%到80%之間呢 其實是最棒的 所以不要充飽喔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因為它40%到80% 它就覺得這樣子 你電量其實是不會過低 然後它也可以去延長 那個電池的循環的次數 好 我講那麼多廢話 直接幫大家最後來總結 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包含第一個 整碗充電其實OK的喔 但你前提是你的充電器 充電線都要有過認證 然後功能正常 那如果你過夜充電的話 你是iPhone的話 記得把最佳化的充電模式 就是開啟就OK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邊充邊充也可以 但是你溫度要適中 也就是說你的手機溫度 跟你環境溫度 是要落在0度到35度之間 然後不要讓手機低於20% 再充電就好 然後再來 不要一直讓手機 保持100%的滿電 你就隨用在隨充 你電池保持40%到80% 其實可以增加電池的使用說明 那另外就是我剛剛講的 開啟了最佳化的電池充電 可以讓iPhone 自動學習 宣流的方法 緩慢充電 其實這樣子 電池健康度也會很高 那非必要時候 你就先不用用快充 因為快充 有時候你一直用一直用的話 有可能在一個月內 會減少電池健康度 如果我很頻繁的充 我看到一有機會 我就只給它充 可以 但是你就落在大概80% 你就可以拔掉了 你就80%拔掉 然後弄弄大概40% 看一看可以 再充這樣就好了 其實這樣子 其實對於你的健適健康度 我為什麼說可以慢慢養 你這樣子可以一直保留出來 你知道小時這隻手機 我有兩個充電插頭 一個是5W的 一個是20W的 我就是輪流讓它用 但是呢 我是真的沒有把它充到100% 有時候只充到大概80幾% 我就拔掉了 拔掉以後 然後如果小時間 它都不用了對不對 OK 那我就會拿來 然後我用一用以後 我這隻手機 如果我要充電 你知道我怎麼充嗎 我關機 關機充 我是關機充 所以你看到現在 關機充有差嗎 老實說啦 關機充電就是我確保 它也沒有聯網什麼 它都沒有用 然後我就把機器關掉了 對 所以 這是如何正確充電的方法 那如果你這隻手機 想要用很久的話 你不妨用我剛剛分享的方法 不妨用到 你不妨用 好嗎 你的空談 你選擇 你選擇 找我的空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